快乐是少一点抱怨 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批评 多一点鼓励 宽容越多 快乐也就越多 快乐是生活简单 凡事全力以赴 勇往直前 您就可以拥有快乐人生咯 欢迎收听黄银制作主持的快乐向前行 亲爱的朋友午安 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向前行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五代中医救命之方的张维军医师 张医师是国内少数拥有及格中药跟西药师 还有也是长庵大学中医研究所的硕士 和广州中医学大学研究所的医学博士 我们现在就来欢迎张维军张医师 张医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张医师看到您的这个经历 我就想说 哎呀您这已经是五代中医的传人了 还要去念这么多书干嘛呀 其实这个学问越多越好 因为现在的那个医学已经进展到非常进步的一个 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是会传统的中医的话 会略选不足 是 那如果说能够把现代医学跟中医学两个做结合 然后发现很多其中的关联跟奥妙 然后能够研究出更多的新的治法 是 其实那是更好的 对那你就会有一个全方位的一种看诊的思路 好我们赶快抓紧时间请教张维军张医师 为什么很多人会有经常性的头痛或者晕眩症呢 眩晕有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一种人是他平常就已经是气血不足 是 比如说有的人压力很大 那他吃饭都没有时间正常的吃 是 那可能随便就买个面包啊饼干啊 或是个饭团啊 就冲击一下的 然后冲击完又赶着下一个行程 那所以生活步调很紧凑的情况下 他就变成说他的营养来源其实是非常有限 这就表示呢很多人吃很多 但不见得摄取的营养是足够的 那很多忙碌的人就靠吃所谓的营养食品来摄取 他们不足的营养 您觉得这样子是有帮助的吗 其实这个帮助不见得很大 那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们有很多的营养其实都是天然的成分 是 比如说我们有三大营养素 就是淀粉 那蛋白质 还有脂肪 它是属于比较偏向热量之用 那另外有两种营养素 叫做微量元素跟矿物质 如果你吃的是营养补充品 其实它吸收也是很有限的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饮食当中 做一个正常的一种分配 比如说我们最好的饮食来源 就是说蔬菜一定要吃最多 就是大家都公认了 但是肉一定要吃次多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在于说 他们为了要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刻意有点不吃肉的一个 认为不吃肉才是健康的 但是因为不吃肉 它就很容易饿 那很容易饿以后 它就会餐后 没多久它就饿了 就吃个饼干 或者吃个面包 这样子它就会把那个 淀粉的含量就拉得很高 因为淀粉它本身属于空热量 就是说它都是已经精致过的 像我们吃的饼干 面包或是饭头 那基本上都是精致过的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微量元素 荒物质 维生素 全部都是去除掉的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吃这种空的热量 进到身体里面 它会消耗更多的微量元素荒物质 会大量的消耗 很多人办公室啊 家里面抽屉打开都是零食 因为这样子觉得心里很安心 就是打开就可以吃 我们如果一样要到超商去买这些东西 其实你只要念头一转 你可以买比如说茶叶蛋做饭团 饭团 因为饭团里面至少会包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那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些水果 现在人比较容易摄取不足的蛋白质类的东西 会比较不够 蔬菜要吃多的每个人都知道了 但是肉大家都越吃越少越吃越少 不是说吃很多肉是健康的 台湾以前就是因为肉吃太多了 所以说有很多的三高疾病那些 那基本上现在的人如果会得到三高 都不是吃肉引起 他们都是吃淀粉引起 淀粉吃太多了 以前的人说吃肉会得三高 是因为肉里面很多脂肪 但是现在人知道说 好那我们就不要吃肉了 我们就吃面粉吧 吃淀粉吧 那这样至少听起来很健康 很简单 但是大家可能不晓得 其实这些那个面粉类 其实吃到身体里面 它是马上转成三三甘肝油脂 它还是脂肪 所以现在胖子并没有比较少 如果我们真的肚子饿的话 要吃一些真正有营养的东西 比如说茶叶蛋或水果或饭团 便利商店卖的玉饭团是可以吃的 对 那个玉饭团它是属于米饭类 那米饭类也是淀粉类 但是它在身体造成的影响不一样 因为米饭它是属于升糖指数 是慢慢升糖的 升糖指数比较低 比较不会转成那个三甘肝油脂 所以它比较不会有肥胖问题 其实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少遇到肥胖问题 就是正常吃饭其实不会发胖 对 可是如果你不吃饭 就吃一大堆的面包糖果饼干 那就一定会发胖 对 接下来请教张卫军医师 那现在的人常常也会发生 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这跟饮食有关系吗 我们如果吃完一顿甜食以后 当然心里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但是头脑也会觉得顿顿的 是 其实那种顿顿的感觉 就是会让你的大脑 其实是有轻微阻塞的 所以您是不是提倡吃七分饱就好了 对 第一个是吃七分饱就好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把肉类稍微提高 因为在我的患者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是很养生的 是 养生还会生病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在于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说 以为吃肉不好 对 他们把肉类降到太低太低了 第一道说不足以支撑我们人体的营养 因为肉里面它的营养素是非常高的 那很多吃素的朋友 他们会利用营养食品来摄取 他们所缺乏的营养 您对于营养食品的看法怎么样呢 所有的天然的营养素 它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定计什么的 如果能够做成定计的 基本上它会偏向比较化学一点 对 但是偏向化学也无所谓 因为有还是总比没有好 是 但是它对我们人体的吸收率 还是会很有限的 所以如果能够从药材里面去找到 营养分很高的药材 比如说我们中医常用的食物汤 八枕汤 它里面有个熟地 里面有个当归 那因为这些植物的根是很深很深的 我们蔬菜的根都是浅浅的而已 我们中药材的根都是很深的 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像牛磅好了 牛磅可以深到地下一公尺多 那即使它就没有所谓的营养不足的问题 因为它所吸收的营养都是很深很深的 所以为什么要补食补一样中药 就是我们很多中药 其实它能够发挥药效 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 而且这营养素是天然的 因为它就是从 等于是从植物体内长出来的 自受的一些 中药维他命或是矿物质 像这种东西 如果是水溶性的 维生素矿物质 是说它会自己排出来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在我们身体里面 停留的时间很短暂 但是我们可能一天只吃一颗而已 所以我们如果吃一颗 比如说中药维他命 它会在身体里面 突然间有很多的营养素出来 然后我们身体就来不及利用 那几乎都排掉了 除非说你把一颗 中药维他命切成三等分 分做三餐吃 那它这样子每次就上升一点点 刚好身体可以利用 欢迎再回来快乐向前行 我是黄银 线上特别来宾是五代中医 救命之方的张维军医师 也是医学博士 刚刚张医师有提到 现代人摄取的肉类太少了 那么在鱼肉 鸭肉 鹅肉 鹅肉 或者是牛肉 羊肉当中 哪一种肉类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几十年前大家都有个疑虑 就是说这个鸡肉要打针 打荷尔蒙 它稍微快快长高 赶快卖 那可能会打一些什么生长基础 或是什么从脖子里面去打 那个什么抗生素什么的 人家都说这个鸡脖子不能吃 就是因为都从那边打针 这个观念或许在三十几年前是对的 现在的鸡肉很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是 大概不到两个月就可以贩售了 为什么能够长那么高 基本上是它品种的问题 我们这几十年来已经把鸡肉的品种改良到 它可以迅速的长高 而不用去打荷蒙 不用去打抗生素 它本身的肉类里面 并没有含有我们一般担心的那些什么 一些不好的荷蒙之类的 那鸡肉跟猪肉哪一个比较好呢 如果以健康程度来讲是鸡肉比较好 我们一般把肉类分成没有饺的两只饺的四只饺 那没有饺的就是海鲜啊鱼啊 鱼类 对 这些东西它本身是促进循环 就是对身体会造成一个很好的循环效果 所以有很多高血压的人吃鱼 这血压也会降 那不吃肉的人吃鱼干油或鱼油可以补充缺乏的营养素吗 鱼干油是维他命A 它是顾眼睛鱼油它是属于叫Omega 3 那Omega 3它是可以帮助循环的 所以说一般如果久坐的人是鱼类啊 让我们的身体不会产生血栓 减少中风高血压 还有一些代谢疾病的危险 这个非常好 我也很怕吃鱼干油 因为有腥味 对对对 那个鱼油通常 对对 难免会有一些腥味 那是可以吃亚麻仁油 因为亚麻仁油它也是属于植物中的鱼油 它叫做它也是Omega 3 现在有很多把亚麻仁油做成胶囊 只是亚麻仁油它一次要吃三颗 它不像鱼油 它一次要吃一颗 亚麻仁油的缺点就是一次春多颗一点 但是它完全没有味道 我想很多人家里跟我一样 都有平平观观的各种不一样的营养食品 请教张卫军医师 到底要怎么吃这些营养食品 才是最正确的呢 如果是脂溶性 可能就要注意过量问题 比如说像Omega 3这种 它虽然是脂溶性 但是它是好的油脂 所以基本上它也不会有过量问题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两只脚的 鸡鸭额 它也是可以促进循环 它是属于饱足感 是让我们身体有热量 可以有饱足感 对 但是这个饱足感很重要 是 因为我们人一旦没有饱足感以后 会拼命狂吃零食 有很多患者找我减肥 那我会跟他说 这个减肥其实并不难 最主要就是你要有饱足感 他说那这样吃饱了 不是更胖了吗 我跟他说 吃饱你要看是吃什么饱 你如果吃面包吃饱 吃淀粉类吃饱 其实你很快就饿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张维军医师 感觉上也是一个营养学博士 刚刚有提到那个三高 三高是不是跟胆固醇有关系呢 胆固醇过高 基本上它是跟血管发炎有关 一般人都会认为说 我胆固醇过高 当然就是吃了很多胆固醇 才会胆固醇过高 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的胆固醇 只有三分之一是吃进来 我们身体所制造胆固醇 是十分之七 十分之七跟十分之三 那当然是十分之七 这个我们制造的多 才会产生胆固醇过高 那为什么我们身体 没事要制造那么多胆固醇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在发炎 那血管为什么会发炎 血管会发炎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吃到了会发炎 到尖的啦 煎的炸的都容易造成血管发炎 对对 因为这种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种发炎物质 是 我们台湾话说 这种东西比较燥热一点 为什么燥热东西吃的会口渴 口渴就是说你身体在发炎 所以你如果常常会觉得 口渴 这代表你身体一直在发炎 这种人去检查 胆固醇都一定过高 所以基本上不能吃那个炸鸡排 还有鱼也不要用煎的是吧 对尽量用清蒸的 当然偶尔是不会说 吃那一次就胆固醇过高 是不会 我现在讲的是一关问题 是 像有的人一定是下午三四点 会去买个炸鸡排来 那再来 虽然没有吃到灶的东西 但是你吃到很多含糖的东西 因为糖这种东西 我们进入血管里面以后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不适应糖 因为糖本身对血管来讲 就是个发炎物 所以说它也会造成血管发炎 什么东西会让糖大量进来 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面粉类的东西 面粉类 还有饮料 对 很多的饮料都含糖 尤其是一些叫做高果糖糖浆的饮料 现在市面上所有的饮料 几乎都是高果糖糖浆 真正的砂糖太贵了 常常用高果糖糖浆 它只要一点点就很低 高果糖糖浆 它进入血管里面 它很快就进去了 等于血管就泡在糖水里面 那血管就会有轻微发炎 所以很多人在喝饮料 越喝越渴 可以喝那个桑叶饮 可以降糖 对吧 然后我看您的FB 你说那个杜仲茶 是属于一种生根的植物 对对对 在睡前喝一下 还可以放松心灵 而且很好喝是吗 对 接下来我们谈一个疾病 也是现在的人常常有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叫自律神经失调 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自律神经失调通常都是跟压力比较有关 压力太大 对对 因为我们压力的来源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环境给你的 是 比如说你的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的 紧凑 对对 或者赶时间啊 对 或者是责任很重啊 是 另外一种是压力是天生的 就是比较容易有压力 比如说有些事情可能做60分就好 但是可能会做到90分 其实我们有很多中药是属于放松的中药 因为我们人压力一旦变大的时候 我们大脑会迅速消耗很多营养素 比如说我们会消耗大量的铁 那铁一旦消耗掉以后 我们可能睡的就不会很好 那什么食物含铁呢 一般来讲我们像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杜仲叶 它就含有大量的铁 哇杜仲是个太好的东西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中药里面有个安神的中药叫单森 单森 对单森这个中药它跟人生长有点像 但是它是红色的所以叫单森 那它是专门吸收土壤里面的铁 表面上的铁是很多的 但是一般的植物不太会吸收铁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少了很多美的社区 那再来有一些坚果也是含美量很高 杏仁是不是 对像杏仁开心果 但是有些人吃坚果它会过敏 对我们台湾大概有七成人吃坚果会过敏 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还还蛮好喝的一些中药药茶来做一个调养 比如说刚刚讲到杜仲茶 那像川七单森 对那像中药有很多安神类的中药像酸草人 很多很多因为我们中药刚好安神药很多 所以很多人吃中药以后可能泡个中药茶 他会觉得说 结果我今天为什么心情比较好 欢迎再回来快乐向前行 我是黄银 线上特别来宾是五代中医救命之方的作者 张伟军张医师 也是祖传的中医世家的第五代传人了 所以你的阿公阿嬷阿祖都是中医 对对从我高祖父开始 高祖父生祖父祖父 父亲我高好五代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跟在这些长辈身边 你小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直闻到那个中药味长大的 是是是真的 因为我阿嬷她很喜欢做药膳 当然冬天到了一定会做药膳 那夏天又有夏天的药膳 可以说我们家就是每天都会有一道药膳的那个产品 难怪你皮肤看起来那么好 大家可以去看张伟军医师的脸书 工长章 四维八德的为 雷霆万军的军 张伟军医师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到的是过敏的疾病 台北人最多的过敏疾病叫过敏性鼻炎 对 过敏性鼻炎到底要怎么治呢 过敏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显示你已经很累了 很多人都觉得说过敏就是一种过敏的疾病 记住我们中医来看过敏它不是过敏 是因为你已经很累很累了就会感到过敏 对 那我们人为什么会那么的累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讲的 有些人真的工作上太忙了 太赶时间或是压力责任太重了 这些压力在你身上 它慢慢会把你的气消耗掉 我们身体要不断的拿很多气来处理这些事情 跟很多人就是说他平常没什么事情很相比 那些人很难过敏 因为他们平常就是气都保存的 因为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事情也不用忙什么 生活中步调都是很轻松的就完成的 过敏的人基本上就是说你在不断的气的消耗当中 他已经用到一个极限了 所以身体在等于他已经失去了保护能力 所以他只好利用大量的过敏来保护你 所以你可能会闻到一点点的不对的气体 或者是一点点的灰尘 或是一点塵满 你可能就会打喷你的鼻水 那怕冷又怕热的人是不是又特别容易过敏呢 怕冷的人中医来讲也是属于叫做自律神经实体 因为我们身体的对抗冷跟热的这个神经叫做自律神经 所以自律神经如果很强的人是不怕冷不怕热 自律神经开始变弱了以后 首先会先怕冷 而且会极端怕冷 越来越怕冷 就是一点风都见不得 但是等到我们自律神经再往下掉的时候 他开始会觉得冷也怕热也怕 我们要怎么去改善过敏的问题 中医基本上是用很多的去增强他的体质 补他的气 所以您说过敏性鼻炎首要养阴安神 对 安神以后你就气要不会流失 处理很多事情会流失很多气 我们如果说一直处在焦虑状态 就算你不处理事情还是会流失很多气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焦虑解除 解除焦虑我们中医用的就是安神药 安神药大部分都是养阴药 因为我们吃了这些养阴安神药以后 第一个会觉得我们的心跳变得比较慢 或者我们其实心跳都一直很快 但自己并不觉得 那心跳越快你就不知不觉会恐慌起来或紧张起来 或者是不知不觉好像会有强迫自己 要去把事情做到最好或是做到最快或是做到最准确 那我们中药有一个药叫川穹 这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们每次煮那个当归鸭什么的 或是炖食物汤 都会闻到好香的味道 那是川穹的味道 那这个川穹它本身就会让我们的心跳慢一点 心跳慢一点以后我们整个人会觉得 要不用那么紧张了 第一他们在治疗这种所谓的焦虑的药 很多都是让心跳变慢 那所以我们的那个很多无味的消耗 很多无味的紧张 它慢慢就不见了 那饮食上有没有说 不要吃什么 可以多吃什么 辣的啦 咖啡因啦 然后那个太酸啦 太咸啦 咖啡也不行吗 不是说完全不行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人在焦虑当中 在压力当中 心跳越来越快 那快到后来我们就开始觉得没力了 因为齐头用完 那齐头用完 你就会觉得说 我好想要喝一杯咖啡 让自己提神起来 我又觉得说 好像又好一点 结果心跳更快了 对 结果其实其实你心跳更快 那你心跳更快 其实伤害到你的心脏会越来越美丽 那我们心脏越来越美丽的时候 其实气就会越来越弱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喝咖啡是在 透支隔天的精气 那现在便宜上 喝咖啡又太方便了 那很多人一天是喝三杯以上的 所以很多上班族 可能每天都要工作 超过八小时以上 就只要来一杯咖啡提神 结果没有想到 提神可能只有一小时 表面上是看起来提神的 可是其实是消耗你更多的能量 对 那重点是晚上呢 也没办法睡好 那如果真的感觉到很疲惫了 我们如果不靠咖啡提神 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中药的黄芹 黄芹 这黄芹大家都 用泡的吗 对对 你就直接黄芹加一点枸杞 加一点红枣 如果说经济许可的话 再加一点粉光森 粉光森就是花旗森 我们一般就俗称叫西洋森 因为这些药它本身就是 具有补气的一个功能 我们喝了以后 我们一样会觉得精神很好 但是这个气是被我们补上来的 而不是刺激上来的 因为你的气如果是靠刺激上来的 你当下会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接下来就是会觉得 越来越没有用 以前你喝一杯咖啡就觉得精神异异 但是你现在可能喝了也只是 变成习惯而已也没有用 整天还是很累 对 再来越喝越焦虑 越喝的时候心跳因为越快 所以人越紧张 咖啡在代谢是很慢的 你可能从早上一杯咖啡 下午又要一杯咖啡 那到晚上的时候 其实咖啡都还没代谢完 所以就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 中药有个叫麦门冬汤 麦门冬汤 它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心跳 已经被刺激的太快太快 所以说我们可以 那个用麦门冬汤这个中药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比较顺 可以让它慢慢缓得下来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几个 非常好的那个茶饮 大家记住了没 提神的 黄芹枸杞红枣 加粉光森 或人森 杜仲茶 跟那个桑叶饮 这些都是可以在中药店买得到的 我们任何中药都是要洗 回来以后就是把药材放到锅子里面 然后清水放下去冲一下 然后倒出来 然后再冲一下 再倒出来 这样子经过三次 还要三次 就是很简单的搅一下 因为我们药材上面都会运送过程 还有药材都是土壤里面 它都会有一些灰尘 基本上还是干净的 只是说我们希望喝的时候 不要喝到一些杂质 张医师我听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药店里头的药材 它都是那个大陆过来的 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也已经解决了 因为早期 所有的药材都从大陆过来 他们大量在生产 所以为了确保品质会加农药 或者是会熏二氧化硫 那这些都是被我们所诟病的 但是我们台湾现在所有的药商 他们都知道民众的需求 就是会有最后面的诟病 所以为了自己将来能够 那个中药市场能够延续下去 他们现在采用器做的方式 我们现在所有的药厂都是 中药商都是给它 都是器做的 那器做的好处就是说 你这个品质 可以监督 对 你的品质出来 我每一批要检验 那你一旦 那个我检验不合格 比如说你放了农药了 那我整批我都不给你收购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按照 我们台湾所要求的规格 在生产 在我们台湾的安全度是很高的 不像以前 如果说十几年前 那我可能跟你讲 你要靠点运气 对 但是这十几年来 其实因为整个市场 实在是太健全了 现在的中药市场 非常的良好 所以没有所谓的重金属 或者是那个农药问题 最后我们请张维军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两个 也是现代人常常发生的疾病 一个是忧郁症 一个是视力不良 我们先来谈忧郁症好了 中医治疗忧郁症 是用补肾的方法 补肾 对 我们刚刚提到说 因为现代人都步调太快 压力太大 事情太多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 一直在运用 我们人如果一直在 运用注意力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会有一些 忧郁的现象产生 所谓的注意力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时间 是无聊的时间 那这些无聊之间 可能我们可能听听音乐 或者是就没什么事发呆 甚至可能就躺着睡 就以前发呆很正常 对 但是现在我看不到发呆的人 因为现在一发呆 可能手上就有个手机 他可能就到处看一看 其实我们眼睛只要 一对准某个东西 就是在使用注意力 是 那这个注意力 一直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 其实会有一些营养 会慢慢的消耗掉 就大脑都没有获得 真正的休息 对 有些人是因为他的工作 不得不要使用 这么多注意力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补充 大脑的一些营养 让他去不要被榨干 因为你如果要 压榨你的大脑的话 你也至少对他好一点 是 所以我们重要 就是对大脑 最好的药就是补肾药 补肾药 对 是百合地黄汤吗 对 像地黄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补肾药 对 百合这个东西 就是我刚刚讲的安神药的一种 所以我们人一旦心情觉得比较放松的时候 其实注意力比较不会一直使用 很多人他上班的时候 注意力用了很多以后 下班看手机啊 看电脑 或者玩game啊 对 那如果玩game的话 可能注意力的消耗量又更大 所以说我们如果给这些人吃一点百合地方 你已经慢慢开始有忧郁倾向的时候 喝这个百合地方汤 老掉多的那种焦虑啊 恐慌啊 忧郁的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 补肾的过程是 比较漫长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中医太慢了 但是你如果吃西药的话 当然有时候一吃效果很好 副作用更大 对 但是它会有好几个副作用 比如说你不能停药啦 对 因为你只要一停药 那个反弹的现象 可能会导致你发狂 都有可能 西医开这些 优异症的药 它会让你的大脑 尽量不要去想事情 因为它会开一些药 去抑制你的大脑 当你大脑被抑制以后 你就整天昏昏沉 那可能会开一些安眠药给你 那你可能对安眠药会有成因 像我刚刚讲的百合地黄汤 慢慢的补给它 让你的大脑慢慢恢复 那个生机 到最后是可以断根的 就是它的疗程大概多久 每个人的严重度不一样 但是一般来讲 是半年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 对 那请教张医师 这个百合地黄汤 它是 一个配方两味药 一个配方两味药 比如说 今天如果有个 忧郁症的患者来 它正在一个 很不好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使用百合地黄汤 再加上一些 它目前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就加进去 然后下次它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认为 有些地方它已经改善了 但是某些地方还没有处理到 所以我们就改成是 百合地黄汤再加上别的药方 对 那等到它每个地方都顾虑到了以后 那它可能将来就是 我就给它一罐百合地黄汤 它平常在家里吃就好了 但是它可能同时也有肠胃的问题 那可能我们就是 又要再加上肠胃问题 这些人他同时也睡得不好 那可能他同时也容易尿道发炎 对 所以有时候患者一讲完以后 我们一开就十几种 这是很常见的 很常见是不是 对 但是可能他到下次回来说说 我最近尿道发炎都没有再发生了 那我们这个药就拿掉了 对 那越拿越早越拿越早 对 所以中医望闻问切是有道理的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五代中医张维俊医师 给我们分享的五代中医救命之方 欢迎您再回到快乐向前行 继续进行快乐图书馆 跟大家分享朵朵的解忧小语 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曾经与你的生命 发生过一些关联 你曾经为此感到过一些快乐 还有一些痛苦 往事像是草原上的樱树花 柔嫩的花瓣 总是散发出令人沉迷的香气 使人不由自主的流连 但是亲爱的 如果你一直放不下昨天 就无心于今天所遇到的美好的事 所以呢 别再念念不忘那些人 那些事 也别再耿耿于怀 使他们和他们交织成你昨天的经验 让你成为今天的你 今天的你 因为昨天流过的泪 而更加坚强 更加美丽 你知道吗 你全身的细胞 每七年会完成一次更新 这意思也就是说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七年前的你和七年后的你 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你 而在心理层面上 你也需要更新 需要抛去那些 使你伤痛的前程旧事 让自己的心 有如行云流水 不留痕迹 时时更新 亲爱的 昨日的事 当它是风中 远去的 飞絮吧 如果站在云端 往人间看去 你将会了然 人与人的缘分 都是上天的注定 所以可不可以 只要甜蜜 但不要黏腻 因为黏腻 必定沉腻 而沉腻 必定执着 执着 必定痛苦 而痛苦又是何必呢 缘分如果已经走到散局 再多的不舍都没有意义 那只是和自己在拔河而已 你以为是放不下它 其实是你不肯放过自己 所以亲爱的 只要甜蜜 不要黏腻 在一起的时候 享受相聚的快乐 分手的时候 要有离去的勇气 云淡风轻 为了它的离去 你伤心不已 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你还日夜悬念 不能自己 但是亲爱的 会离开你的人 就是不适合你的人 就是只能在过去 同行一段路的人 就是与你的现在无缘的人 就是未来不晓得在哪里的人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路上还会遇见很多的可能 如果你一直频频回顾来时路 必将错过此刻的光阴 也将错过未来的风景 为什么要为了过去的人 而流失现在的自己 甚至流失未来的可能呢 他已经走了 难道还要让他带走 你的现在和未来吗 他走了 那就算了 从此也别再多想了 亲爱的 请你记得 会离开你的人 就是要你学会放下的人 葡萄酒 如果你正经历着 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撞击 就把自己当成一串 等待酿酒的葡萄吧 一桶优良的酒 有太多的条件累积 包括品种 土壤 阳光和雨水的比例 以及酿酒的技术 一个迷人的人 也有许多的条件累积 而这些条件不也就是 酿酒的条件吗 许多时候 承受是一种必须 使你成为一个 更有味道的人之必须 所以正承受着痛苦的你 何不把自己想象成一串葡萄 也只有上选的葡萄 才有成为好酒的机会 经过残酷的挤压 无情的酿造 才能成就一桶 后运无穷的葡萄酒 经过不可避免的撞击 以及在撞击中萃取的智慧 才能成就一个品味不凡的人 四季的运转 有他必然的节奏 一如你人生中的风霜雨雪 有他必然的需要 所以冷一点没什么不好 估计一点也无所谓 亲爱的 所有的经验 都没有绝对的好坏 是你看他的眼光 决定了光明或黑暗 那么就在这场魔幻咒语中 继续往前走吧 不远的那里 美丽的山栏正飘飘升起呢 亲爱的 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 也许你所遭遇到的 所谓意外 其实是你自己希望它发生的 在一切顺遂的时候 你很难看见自己的问题 只有困围席卷的情况下 你才会强迫自己在面对外在难题的同时 也面对你内在种种的恐惧 柔弱不安与逃避 你将经历一连串可怕的混乱与痛苦 但那正是你重塑自己的一个绝佳契机 也许你的潜意识里一直在期待的 就是这个契机 然后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的了悟 你会发现你的韧性坚强 弹性变大 你会知道自己不一样了 正面的不幸可能是一种负面的恩典 它用一种撞击的方式 提醒你必须调整原来 阴寻苟且的生命状态 毕竟只有在历经山穷水尽之后 你才懂得什么是柳暗花明 生命是美好的 但有时也令你痛彻心扉 当感觉疼痛的时候 你总是无法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为什么上天要给你这样一个伤口 亲爱的 让你疼痛的也是让你特别关注 必须学习自我疗愈跟照护的 于是这个伤口就成了你内在里程的入口 表面上看起来的坏事 其实都有一个里面的祝福 总要在很久以后 当你到达了某个阶段 那个祝福才会打开 然后你将能得到生命送你的礼物 那个时候你回顾你的伤口 对于所有流过的泪走过的路 只觉得一切都云淡风轻了 那就是时间给你的领悟 静静等待雨停 你的心情是天边的乌云滴滴答答落着雨 你的感觉是被遮蔽在乌云里的闷雷 响着郁郁的低频 被人误解受了委屈 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一切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力气 因此你不只有一点点的灰心 亲爱的 下雨就是下雨 灰心就是灰心 不必否认坏天气和坏心情 但是这只是一时的天气 也只是一时的心情 所以请告诉自己 这段灰色的时间一定一定会过去的 然后只要静静等待雨停 静静等待 万事自会流转 心静就会放晴 请你站在现在的位置回头看 看看过去的那个你自己 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那件事 以及因为那件事而带给你的一连串失望与打击 看看你曾经感到多么的破碎悲惨又失忆 看看你曾经有过的那个阴暗的念头 然后再回来看看现在的你自己 现在的你依然完整健康而且美丽 过去并没有摧毁你 过去什么时候真正击倒了你呢 当时你曾经觉得过不去 其实只是和当时的自己过不去 许多事情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现在的你正在和自己过不去 亲爱的就请你看看未来的你自己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